最近,似乎F-16的交付是会比较理想的 当然我们也要继续观察 Warrant他们本土飞行员 即是未来的 训练的完成度去到哪里 我们现在看到Warrant的空军司令 最近表示 他需要4个F-16的中队 为他在前线里 去争取制空权 现时包括来自挪威、荷兰、丹麦 甚至乎最近加入的比利时 他们都提供得到F-16 所以组织成为4个F-16的中队 似乎真的会成事 刚刚前两天 因为乌克兰的总统查理斯基 也拜访到比利时 比利时也宣布会捐赠30架F-16 会比较乌克兰 令到战机的总数差不多接近90架 不过大家要注意 比利时给的30架 他可能今年会交付一、两架 或者三架,但不会很多 因为也是那句 比利时也有他们密切的防空需要 虽然荷兰都可以某程度上 可以帮助到比利时的防空任务 但比利时也不能完全是零 所以他们仍要保持到一定数量的F-16 去进行他们的防空任务 所以交付也可能是个位数的战机 所以就算总数去到差不多90架F-16也好 今年在2024年 比利时交付的数量就不会特别多 但我们也看到乌克兰 现在在F-16的训练部队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就是来自诺曼尼亚 诺曼尼亚那边 这边已经是因为收到荷兰的F-16 大概有18架左右 注册在罗曼尼亚那边 去帮助训练乌克兰的飞行员 所以现在拼来拼去的话 很有机会 可以拼到4支中队出来 拼到4支中队出来很简单的计数 如果你现在有18架的 即我们说18架的F-16 现在在罗曼尼亚做一个训练部队 现在还有大约60多架 可能是大约66、67架 即是F-16 每个中队大概有16架 4个就是64架 可能大约2、3架SPAIR 2、3架SPAIR 很明显是做后备 即是每个中队都会有1架SPAIR 大概是这样计数 即是说这64架 在前线的战斗机 可以与俄罗斯 去争取空中优势 当然你说如果一个中队 那是不是RIDGID 一定是要16架呢? 不一定 我想是要随着他们的 机缘 机缘的人数 他们的战术 有很多东西去做少少的调整 12架SPAIR 12架SPAIR 机缘是一个中队 也很正老 那我们就看到来自 挪威、荷兰、丹麦、比利时 四个欧洲国家 他们组合出来的F-16 其实都是F-16A、B 很早期 然后做了一个中期延售 中期升级 配备一些现代化的航电 即是雷达等等的东西 当然 亦都可以装备到最精确的弹药 亦都有些电子干扰器 令到整件事 可以去到现代4++战机的级别 我们看到F-16这架中型战机 它本身可以发射很多 现在乌克兰都用得到的武器 其中一个就是AGM-88 即是反辐射的飞弹 另外亦都可以用到J-DAM 这种由GPS导引的滑墙炸弹 这两个就不需要再改装部机 因为F-16本身就能够直接使用到 这个类型的武器 完全可以压制俄罗斯 例如他们的防空系统、雷达 甚至乎可以对着俄罗斯的弱点 无论是他们的前线指挥 他们的防空雷达、防空阵地 甚至乎他们的補给线 都可以很严重的打击给他们 但当然 F-16最主要的 除了对地面攻击之外 我想主要制空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说到战机升空防御 都是属于防空的其中一个体系 如果有防空的雷达 还有防空的导弹 当然重要 如果有战机防空 整个系列来说 会比较完美 现时 所有F-16 都可以配备到AIM-120 如果有AIM-120 因为它本身 我们可能相信去不到D级 可能是C级 射程大概是100-120-130公里 这个射程 其实相对俄罗斯 他们是有点远一点的飞弹 但相对来说 在空中的前斗 以及1C、1Q的位置 其实乌克兰的F-16 仍然有绝对的优势 当然我们会继续观察 即是来自俄罗斯的空天军 不停地对乌克兰进行地面 地毯式攻击 用他们的滑场炸弹 例如来自S-30、S-34和S-35 这三种战斗机 是在乌克兰天空最常见到的 他们有时 因为可以在防区外进行打击 所以不一定要进入乌克兰占领区 例如说他们可以在他们的国土 最远达到40英里 都能够投放这里的滑场炸弹 甚至乎一个月可以订二、三千飞 这些炸弹 在前线的破坏力是很夸张 我们经常说这种KAB的滑场炸弹 它单一粒都可以500kg起跳 有时就去到1000kg 即是一吨 甚至乎更重 他们那种打击 当然就不是精准的 基本上是一定会有附带的伤害 会做出来的 所以如果可以尽快 即是可以阻折到 这些KAB的滑场炸弹 最主要就是阻折 这些去投放这种滑场炸弹的空中载据 即是刚才说的S-30 S-34 S-35 等等的情况 现时你会用到S-27 和S-29会进行反制 尤其是有点强人所难 但如果你可以用到F-16的打击 尤其是先进的航电 雷达和空对空飞弹的反制 我们相信会比较好 绝对会比现时用可能70架都不够的 旧式的S-27和旧式的米G-29 即包括他们的雷达 是没有现代化 他们的空对空飞弹 仍然是射极短的 短程的 即是说是不够二三十公里的 那种短程的红外飞弹 而红外飞弹的数量也不足够 所以你看到 他们的空中战力 其实在这两年多的战斗里面 是大幅度被削弱了 而F-16绝对可以 在100英里以外 去瞄准俄罗斯 即是这种轰炸机 将他们驱离 即是现在在射程之内 去争取应有的空中优势 始终AM120 仍然是F-16最好的武器 因为我们说过 现在 AM120 即是由A、B、C、D等型号 一路去抗战 去到D型 其实现在的射程 已经超过150公里 当然,实质的射程 没有人知道 120C 我们相信 会比较多 未来的飞弹型号 起码都可以打到 大概120至130 40公里左右 即是这个情况 而温蘭空军发言人 他们似乎 就证实了 AM120D 是会在未来的援助名单上 但是 我们真的不敢肯定 因为美国 是未具体说明了 AM120的哪个型号 不排除温蘭 是一个wish list 即是一个愿望清单 是不是真的有D型呢? 因为D型呢 第一季 第二个产能 真的不是太多 这个真的不是太多 所以我们会继续观察 在乌克兰空军呢 发言人 为何他这么肯定 是因为之前 例如说 放在NASUM上面的 防飞弹 当中有AM120 和AM9 他们其中的情况 就是说 你防飞弹那些都是D 都是120D 射程可以去到160至180公里 如果他们被告知 那为什么防飞弹可以有 战机不可以有呢? 这个就是这样 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 都是要真的等五角大楼 即是他们宣布 就为实 如果你看到四个中队 F16都能够利用到M120D的话 其实一个大的煞气 以及在空中 去做北约式的训练等等 当然都会对乌克兰 来近的争取空优 是会做到一些效果的 但是数量上 始终四个中队 都只能够面对某些前线 是会有一定的效力的 所以如果要选择 他们必须要针对 一至两个重点进行打击 究竟他们需不需要派一些 这些F16部队 专责是在前线争取空优之后 就争取去打入一些 他们重要阵 然后就让他们的突击部队 在前线突击 还是需要怎么去做呢? 当然这个就很考虑 现在武装部队 总司令他们的思量 如何进行一个新的攻击